這個月二十五號的時候 臺北深澳級漁船全家符號 載著八名船員還有釣客 到釣魚台附近的海域去釣魚 但是卻遭到了日本海上保安廳 巡防艇緊跟在後 並且還鳴笛要把他們趕走 讓他們都嚇了一大跳 雖然最後是順利的回來 但也讓釣魚台主權的問題 再度引發了討論 我們現在離釣魚台還有二十海里 在保安廳軍艦已經守在旁邊了 台灣船隻全家符號離釣魚台 還有一段距離 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防艇守住 不讓全家符號繼續前進 接下來日方的驅離行動越來越大 看全家符號沒有掉頭離開跡象 馬上全速前進 一路逼近鳴笛驅趕 全家符號和日方巡防艇 就在海上展開你追我跑 日方甚至出動針防機在空中監視 日本巡防艇緊迫釘人在海上 持續追趕三個小時 直到全家符號逼離釣魚台海域 我們在釣魚 釣魚的時候他就會那個 保安廳船就強行到我們這邊來了 先驅趕我們嘛 剛離開 剛啟動之後他後面就一直跟來了 跟來之後他就要登 他就要登我們船了 一直在押船 一直在鳴笛一直在鳴笛的動作 八名船員和釣客在凌晨回到深澳漁港 對於日方強硬霸道的驅離行動相當不滿 保釣人士黃錫林 繼2008年6月之後再度搭著全家符號 湧闖釣魚台海域 還帶著大甲媽和石碑宣示保釣決心 明年正好是釣魚台事件四十週年 讓釣魚台主權的爭議又成為討論話題 明日新聞陳重瀚 台北線報導